眼前看到的就是渣达县城 就在这个山下面一点点 一小块平地上吧 哇太夸张了 这是最高地东楼 现在我身后来到的 就是这个骨骼王朝的遗址 这个的话 它距离渣达县城的话 不到20公里 还是半近的 然后呢 渣达土林的话 距离这个 渣达县城 也就 30分钟的路程吧 反正这个渣达土林啊 谷歌王朝 都跟这个渣达县城在一起 但是刚刚听说这个 谷歌王朝的话 现在去参观的话要买票 35块钱一个人 所以 要不要买票都要去啊 来都来了 不能因为这个票 让我退一锁 跑了这么远 走吧 全票65 半价35 现阶段都是半价 走吧 进去吧 半价特别高 爬上去不见会好累 城墙部分就有好多洞了 看一下 这个感觉是做啥的呢 谁这么无耻 放个瓶子在这里 看起来像是桌子里面的 看在旁边 哇 这个洞就有点像睡觉的那种洞 具体功能 很难揣测 上面还有很多 现在继续上 还挺高的 这个洞也是 不过这个洞就看起来像是 坐着休息的洞 每一个洞的门口 都有一个这种B1号 应该是文物保护洞的吧 赶紧从下面走上来 然后最后升线一点点到最高处 但是呢 是在洞里面装过去 哇 洞里面还是很凉快的 还好不长 不然的话会陷得很恐怖 哇 这么险要啊 这就是当年的 皇宫吗 应该算是 就这么一条道 守在这里 别人肯定攻不上来 现在就来到最高处 当年王的视角 这宫殿锁门呢 应该是最豪华的宫殿吧 最尊贵的那一个 在顶上 那边还有 那边还有 哇这边好危险啊 这么高 上海不要走太近了 算一下危险 好 好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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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那些房子都破了 没有顶 没有门 没有床 只剩下墙了 古阁王朝遗址 从山路到山顶 到处都是和泥土颜色一样的建筑群和洞窟 除几间寺庙外 全部防射已塌顶 只剩下一道道土墙 整个建筑分为上中下三层 依次为王宫 寺庙和民居 在古阁王朝的遗址上 人们依稀可以想象到这个王朝当时的繁荣 作为古阁王朝的核心 整座城堡建在一座三百多米高的黄土坡上 地势险峻 洞穴 雕楼 王宫有序布局 自下而上 衣衫叠弃弃 直逼长空 气势恢弘 古阁王朝的前身可以上述到象穷国 王朝的建立大概从九世纪开始 在统一西藏高原的土拨王朝 瓦解后建立的 到十七世纪结束 前后世袭了十六个国王 他是土拨王室后裔 在土拨西部阿里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 其统制范围最盛时便及阿里全境 因此古阁王朝在西藏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面就是古阁王朝的遗址 对面就是古阁王朝的遗址 然后对面就是藏石洞 这边有一个楼梯可以下去去看一下 他是在一个山沟里面 刚刚听前面朋友讲里面好难闻的一股味道 非常神奇的是这条这种荒土沟里面 居然长出了这种绿色的草啊 或者说那种啥小树还是什么 还有点水 非常神奇 现在就沿着这个往下走吧 就是那个楼梯直接上去 一个小洞在上面 然后旁边的话就是这种非常典型的渣打景观 看起来有点像火星一样的 捏住鼻子 然后顶一下去 这里还有一个门牌号一样的 哼 憋死我了 反正那个味道是没感受到 我就赶紧跑下来了 看了一眼好像也没看到骨头啊 看到了吧 你看到了 可能我看的太匆忙了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您的关注 长按点赞 以及赞赏 都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下期再见